咱们所有的主力队员也都参加了这种直通的赛事 这也好几年没有过了 包括像马龙双圈大门关运动 而且也非常非常积极 你看今天整个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非常流畅 还保持非常高的水平 其实在赛前他也有一些伤痊 当听到这个要有比赛的时候 他背几包就早了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去打这封闭 他其实那脚伤得还挺着 他有点红味 所以我觉得这些运营 非常有这种求胜的欲望 有这种责任感 我觉得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一个事情 应该来讲马龙到了这个年龄 让大家可能看到了 还有这种进步的这种空间 确实这种精神是这种 值得所有人用去学习的 而且在这个整个整体这种表现来讲 从赛前每一场小赌赛 包括到最后的这种决赛 每一场比赛都发挥的越来越好 我相信他也是通过这样的这种 对内竞争 这个年龄 能够去跟大家一起去竞争 最后第一个拿到了这种 直通的这个入场卷 我相信能够在后面的这种比赛吧 马上到后面的这种国际赛场上 那么更能够去结束自己的这个水平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